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好哥 现在是7月21号的下午3点一刻 我来到了景豪房车的空中营地 今天来景豪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来开我的V90 大通V90 这个车现在卫生间已经开幕开好了 然后水虾什么开幕都已经开好了 然后顺便我给大家去拍一些视频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是受景豪的邀请过来 他们会举办一个车友活动 邀请豪哥也过来参加 所以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时间 因为本来安排的是假的带孩子去青海玩 但是他们现在邀请我过来 我先来了解一下 要是不冲突的话 我要么就去跟他们一起出去 旅行 好了 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好了 这个就是卫生间的一个整个的模具 先是用摆鞋做了一个造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赛德福德的抽拉式马桶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花洒的 就像加利亚一个花洒的一个喷头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洗脸盆 然后下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小门维修口 发发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储物柜 这家储物柜 整体吸塑 做出来就是尽量就可以在房车上 放心使用 不会漏水 但是也是分段的 它不是一块整个的 它是分好几段 组装上去 大致的一个雏形已经出来了 然后下面是下沉式的一个玻璃膏 这样踩在上面也舒服一点 这个是排水口 排水口 整体的一个造型都已经出来了 这是大同V90里的一个造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尽量是洗脸盆跟洗澡的要分开 千万不要买那种脸盆的喷头 跟洗澡的龙头是一个的 这是几年以前的这种做法 而且在洗澡过程中会很不方便 这个龙头拉上拉下会很不方便 个子高的话还够不到 我觉得这样分开的设计是最合理 而且最好用 也看上去也导致会更高一点 好了我们顾部长已经把喷头的一个固定架拿过来了 就大致固定一下就行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放 放一个淋浴池 为了一个淋浴的花洒 花洒 这个就是还是放一些肥皂盒之类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洗澡 这个地方往这边抽水 整体就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块板 因为这个是后端 后面有一块板 所以未来防水性做一个双层防水 双层防水 还有一层 顶板还有一个 顶板一个换气扇的位置 还有一个顶板还有一个换气扇的位置是吧 对 最后的话 还有门上 门上还有一个带到速度线 就是跟门上 因为门上还做一个防水板 对 带到速度线 基本上就基本上这个钉线 这个尺寸是大概多少 这个尺寸是1米1 就是1米1乘965 这很大了 1米1乘960 对 相对来说比较空间量 你的正常的使用的话 对对对空间已经很大了 这不错 内控的总高屋 目前的话就是从底端到高度的话是1米9 1米9 正常的一般的用户的话 客户的话都没有用 大部分人都可以用了 对 大部分人都可以用了 好 马桶就是这个位置了对吧 好 这个地方还是一下 下之前也会有一个门吗 对对会有一个门 会有一个解修 对解修口 这里是做了一个木模 木模对对对 开模的话要做个木模 未来的话首先第一个对于 细节上的一些装配 对 核准一下 对对对 实际情况 未来的话开模之后可以一些 开配一些装配件 可以先了解一下 对对对 那基本上这个模型做出来 就开始开模了 基本上做出来做过去就这样 对对可以的 这个我还挺满意的 我一定要这里要分开的 花洒跟龙头一定要分开 这样才更符合 现在使用 现在人的使用的习惯 好谢谢谢谢 顾布长也辛苦了 这个目前的话 就是我们V90的一个 负粮的骨架 对 因为这边我们用的是 50x50x5毫米的一个 镀心管 镀心管的一 在这未来防腐 效应状态下更好 其次我们5毫米的后度 保证未来负粮的 强度结构更加安全稳定 5毫米 对 5毫米 那很厚 对 所以下面自己看到的是一个 这是一个肘腕件 肘腕件的话 这个上面的孔是跟 底板上的孔 就是说我们大量是 底板时间不切割嘛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感知 其实呢 我们通过每个孔位 跟底板上的孔位 进行楼上的连接 再到整个墙都做一个保证 其实很多这个 上面20x40的 镀心管是未来整个 一些主屋仓的结构 和水箱的一些 吊装的结构 提前做一个 连接的预埋键 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轴板键 都是对应的底板 它的轴板键 相对应 这厚度确实很厚 对 嗯 这样的话 我未来的两边的 一个扭动性啊 把全路更高 全路会更高 因为总共就是 互联的结构 这就是基本上做好了 也就是这个 是进门的位置吗 嗯 进门的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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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外积能放得下吗 这个地方我感觉小 我看这里应该是 外积应该是在 那边 这个反过来 哦 反过来 这个是反过来的 那边是前面 那个是他们的 那是前面 哦 对 你反过来的 对对对 股价的话我们 那边就够了 那差不多 明天开始上股价 明天就上股价 可以 好 你可以说晚一点 我在 我今天不走 对 明天可以晚一点 我明天晚一点走 我今天要拍点视频 明天可以晚点 明天我们正好 明天成会 我们看一下 成会之后 我们就是立马上底盘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底盘的安装过程 先看一下 对对对 好 这个就是不良已经 不良已经做好了 对 基本做好了 再处理一下 好好好 做一层防袖处理 对 还有做做做做 做防袖处理啊 打太精点 然后再做一层防袖 啊 对对对对 七八糟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水虾呗 水虾都到了吧 到了 OK 好了 我们现在去看水虾啊 这是 这就是水虾 水虾 这是里面的 这是整个 我们现在的清水虾有几个清水虾 清水虾有两个 两个清水虾 对 两个清水虾 它都在50升左右 50升左右 这个是两个合起来是2202202 那个V9602202也可以的 目前的话 这是我们的连接方式 现在的话 整个下水口 就是现在下水端 这是我们下水端 才是通过一个外向 这边最下端 对对对 未来 未来整个排水 或者整个把水 取水 取水一点 都是最低的 对 未来的话 整个水箱的抽空的状态 是最好的 对 这也不会感觉 就是水老是放不干 对对对 因为你现在整个取水点 就是永远是最低点 因为这点是最低点 对 这个点低于我水箱的最下端 就是整个水箱的这一款 就是说永远 吹低点是都是这款 这样的话 你排水啊 放水啊 然后里面的用水 不会就是 我抽光了什么 里面还有水 对 就不会存在这个情况 对 我们EVIC以后也会改吧 对 对会 都会改啊 会改 现在我们会来统一的 未来的凳条 上面是一个解修口 对解修口 像清路啊 未来的 因为我们目前的 来的水箱里面是一个 那个楼内楼碗 但是里面这个是不开槽的 因为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每个孔位置安装点 来定 作为每个情况 来 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话 是后加工出来的 嗯 这个情况 未来的 因为开完之后呢 可能在运输过程中 里面有进灰尘 轻松起来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对 所以我们这上面有解修口 未来的话 因为客户如果提前安装的时候 后期的话 进行维修或清理 对对对对 水垢 对 这个就是PVC材质 施并机的 对 施并机的 施并机PVC材质 对 好了 这个还是挺大的 两个合起来 225升 这是另一个水箱 对 另一个水箱 可以 好 225 这可以 这完全够了 对 这个是 这里端的话 就是在我们 V90的后面 一个骨架上面 这上面 定位点 对对对 整个 我们固定点 这两边的一个 凹琴点 凹琴点就是做一个宝带 对 做一个固定点 做一个定位点 嗯 这个 这个是进水的吗 对 进水的地方 对 上面是进水的地方 上面是进水的地方 未来的话 我两个管道这一块 这两个孔 未来我会有一个连接 连接之后 它整个水流是相通的 对 取水点 我们都是 从两个水箱同时取水 未来做个连接之后 我们从进去接个三通 同时取水 我们现在顾不上 我们现在的管路是用什么管路 用的我们用的是 现在是软管 软管 对 什么软管 用的粒粒的 粒粒的 就是负零一下 负零三十度 负零三十度到整个一百二十度 这个整个环境 正正常的温度范围之内 就是我们目前可以满足 负零三十度到一百二十度 整个环境温度里面室内 也就负二三十度都不会爆管 对 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水泵呢 现在也是粒粒的吗 对 也是粒粒的 目前我们水泵的压力 是在1.6兆发 对 对 那也就是基本上现在包括EVC 都是Nili的那个水泵啊水管 对吧 品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长时间在测试 所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对对对 好 好 谢谢顾部长 好了 这个是我们设计师 顾部长 顾部长跟我打个招呼 大家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水箱 水箱的话 刚刚刚就是跟华哥说了 就是目前我们设计了一款水箱 专门V90开发的嘛 未来的话水箱 他们刚刚中有一个凹槽嘛 对对对 做一个这边的定位的 做一个定位凹槽 未来的话未来的话 就是在这边一个位置 水箱的位置 在后面有一个水箱 对 在这边做一个 这边一个 在这个框架范围之内 对对 未来的话下水口 未来的我们聚水口 在下端 从一的从一的 从管道 侧面绕过这 从底盘上去 对还有一个水箱 在哪个位置 还有水箱在这 在前面应该 还有水箱在这一座 这一座 就是这里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小的位置嘛 大家看到 因为我们这台车呢 把很多的空间 全部压缩在里面 未来你看 这里看着一个小的空间 未来就是放另一个水箱 副水箱的位置 对 我们把所有的空间 全部利用到位 未来的 这边大的储物空间 未来全都是一个 我整个储物空间 或者整个配件系统 把这些空间全部释放出来 对 上面的话 因为这是我们大量的 大量的骨架 上端的话 我们放一个50x50的 一个住进管 整个我们的一个 做副量的结构 这样的话 未来的整个车身的结构 两边的一个扭动性 整个状态是非常强壮的 非常好的 未来的话 我整个车身的一个框架 不一定有影响 就是承受也更好了 更好 上面每个孔位 就是我刚刚跟骨架 上面进行连接的一个孔位 哦 对 上面进行螺栓进行连接 螺栓对 现在我们备胎是放在后面 还是挂在后面 目前我们还是挂在后面 挂在后面 OK 好了 那我们也就是明天 寂寞到就可以 明天开始 我们正式的开始试制这台车 从一些底盘上的限速 股价 开始提前的先做一些预埋 那也就是我这两天会 近期会多拍一些视频 跟大家分享 在我没有出发旅行之前 我会给大家多多分享 我这款车 V90 计划我们大概8月份 8月中旬 差不多可以出来了吧 顾部长 顾部长 嗯 8月中旬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但中旬中旬稍微 会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对对对 好 因为根据局局情况 我们计划是这样的 可能根据局局情况 如果哪些一些 底盘上的一些问题点 我们可能会稍微往回一点点 具体情况以实际为准 好 好嘞 但我们计划的话 可能把时间点进得往前移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V90 V90 进大概8月底之前 肯定可以出来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款出来的先是一个T型车 T型车 那我们的大额头同时在开发了吗 对 大额头的造型 我们也在重新再开发 OK 近大额头让它出来一点点 要朝见了大一点 我知道 但我们会做一个主潮水 大额头的话 可能是 可能大额头没有像A9 它的小额头造型那么快 它的时间点肯定会往后延 对可以可以 时间点会往后 尽可能的话 尽可能也把时间点重一压缩 对对对 但是根据实际情况 把时间点进行合理的调配 好 谢谢 谢谢工夫长 辛苦了 这两天我也都在 好了 谢谢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